我觉得林又昌讲这句话呢 至少他是民进党政治人物里面 那有反省改革能力的 那您听到这句话 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公开 我觉得林又昌讲这句话呢 至少他是民进党政治人物里面 那有反省改革能力的 因为我常常讲这段时间 的确我还看到有些人在讲五四三 的确没有解读人民这次选举投票的意义 那至少我看到他讲这句话 那我觉得很好 他有真正看到人民投票的意义 他是其中之一 因为我看到这个在选前呢 民进党做的广告里面 还在诉诸悲情 那其实不小心比较悲劲 我觉得人民比较悲劲 可是我觉得民进党就不断地 在翻几十年前的旧账 要人民欠他们 要人民回报他们 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哪个政党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都要正确解读人民的意义